主料,大米800克,腊肠400克,胡萝卜400克,洋葱100克,辅量,油,盐1小匙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大米,腊肠,胡萝卜,洋葱,大米洗净先用水泡2小时,腊肠先入锅蒸软,腊肠蒸好后切片,胡萝卜切出丝,洋葱切丁,这锅冷油, 下入胡萝卜翻炒,下入腊肠片炒匀,最后加入洋葱丁,炒匀,加一小勺盐翻炒均匀,盐不要放多,腊肠本身是含粘的,加水大火煮开,泡好的大米放入电饭锅,然后把炒锅内的腊肠连汤至一起,倒入电饭锅把米放底下,是因为担心煮夹生饭,按下煮饭键煮好后再慢10分钟, 最后用筷子加饭才拌匀即可,烹饭技巧,一建议厨房新手用电饭锅做比较省事,成功率也高, 二煮饭时把米放最底下是泡煮夹生饭,书手刻煎米放上面,三年腊肠是咸的,所以加盐是要慎重, 自你先泡两小时,是为了让你更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